哈喽大家好,我是Kenny,然后欢迎来到今天的开箱影片 我之所以会做这一期的节目是因为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到的数码产品 包括自从淘宝也好,或者是Lazada或是Shopee 开始之前我会先把这一期的节目叫做开箱库 当我收到一批产品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进行开箱 然后看看我收到的是什么东西,我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各位 今天这一期主要是针对一些我在淘宝购买的一些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都是在我日后的一个电脑装机影片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我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好了 这个就和我之后的装机影片需要用到的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我自己的 它是一个ROG的logo 开不到 这个是卖家自体自制的一个3D打印的一个logo 马上放在我工作室那一台主力电脑,也就是那个装有 BOLOMASTER ML3608的水冷 把这个就是放在那个水冷头上面替换BOLOMASTER的那个logo 毕竟这个不是批量生长的,这个是自己自制的,就是所谓自己手工做的 所以质量的部分其实并没有非常好的 到时候它就是这样子装,我就把这个膜给撕开 水冷头的那个LED,RGB就会从这个部分透上来,然后从这里发布出来 之后会发布一些有关这个使用的那个小谷 好的,这个 这个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PCIe延长线 如果有看过我上一期影片的朋友就应该会知道这个什么东西 就是装在那个A4机箱里面 把它接到主板 然后这一边是那个安装显示卡的 OK,就顾名实际,其实我下一期的装机影片 还是在做这个A4迷你机箱 但是这个就跟我之前那支影片的A4迷你机箱 外观有很大的不同 机箱我还没有收到过 过后我会再使用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在我收到这个的感觉 我觉得整个的做工比起那个Resintech A4迷你机箱里面自带的那个PCIe延长线 其实是好上出什么的 整个扭动的感觉都会非常好 然后它好像没有个螺丝吧 也就是说这一边两个 这边两个是我要另外自己固定在机箱上面 然后现在只能够看机箱的部分 是不是有提供这个螺丝 然后是这个 没了 OK同样试试跟三期节目 所提到的那个跑supply的那个定制线 就是这个 这个是由淘宝很有名的这个叫做黑山模组线 所定制的 看到吗 做线材不会非常的长 那如果我来把它更转在A4机箱里面来说的话 它就会像这一个叫好说 因为然后加上因为这个是硅胶线 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容易收藏起来的 等一下会有我会拿一些原装的线来做对比 然后这个我先把它放一边 因为下一个产品会跟这个是需要多一个搭配的 然后很有心 然后给了这样子的一个canver type 还不错 先放一边 然后都说是一起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那一个possy time 所以这一个就是那一个possy time 所以这一个就是那一个possy time 普通的ATS机箱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窗截 然后通过这个窗截 FSP MS600G的本体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个输出的东西 好了 我自己现在用着的这一台就是在我旁边这一台 如果大家看不到是一个也是一个ATS机箱 然后里面用着的是FSP的MS450 就是450W铜牌的possy time 然后这一个是MS600G 就是600W 然后GO600W 新牌的possy time 它的12W 就已经有50A在上面了 然后 颗 这个部分有抓回来的 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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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出来的 OK 这边你看 要收的时候其实很硬 就是很瘦 然后这个就是随便 就收起来了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期的影片 有提到说 我们在玩IT机箱 如果预算足够 就是一定要上这样子的一个化妆台 加这样的定制箱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OK 我这样子好了 不然看不到我 OK 这个就是我上一期影片的那个 一个Resintech Offbeat 以我的那个A4机箱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个大小 差别非常的大 卖家的部分还有提供 做一个固件 是另外一个材质 其实材质是不太一样的 不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规焦线的部分它比较稳 所以我可以这样 直接收直接的稳 都不是问题 但动影线不能 动影线它材质会相对来比较硬 但是我把它做的很短很细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刮到 那么的细 而且它导电的那个 稳定性会 比规焦线这个来的好一些 OK 今天的开箱库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妨点赞还有关注支持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